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系列科幻片《黑镜,卡丽斯特好》 戴笠和沃顿一起创立了卡丽斯特游戏公司 只需要在太阳穴上贴一个贴片,就可以脱离现实,进入虚拟游戏世界 首席技术官戴笠,因为生性懦弱,被强势的沃顿当作摇钱树 公司的员工也不在乎他这个挂名老板 一天公司来了一个新员工科尔,他非常崇拜戴笠写的代码 慕名来到卡丽斯特公司,和戴笠表达了自己的崇拜之情后 就被沃顿带去参观公司,这让戴笠觉得非常的不爽 科尔对戴笠非常的热心,但同事却警告他不要和戴笠走得太近 因为他总是喜欢盯着别人看,科尔因此疏远了戴笠 然而他们没想到戴笠刚好听到了这一切 他趁大家下班,将科尔喝过的杯子带回家采集DNA 上传到了自己的游戏中,很快上传完成的科尔就在卡丽斯特号上醒来了 初次登舰的他非常手足无措 而后他发现好几个公司里的员工都在这里 他们都因为曾经得罪了戴笠,被盗取了DNA 通过生物技术复制到游戏中囚禁在这儿 而他们所在的是戴笠的私人定制版游戏 完全封闭,无法和外界联网 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脱离戴笠的控制 一切都要听舰长戴笠的指挥,对他俯首称臣 科尔无法接受自己只是个副本的现实 他想要离开军舰,却再次被传回了控制室 他公然反抗戴笠,被戴笠一个手势就夺走了五官 而失去了整张脸的科尔不会死亡 只会活在永无止境的痛苦中,他只能乖乖地服从 接下来大家就开始陪戴笠演了一出无聊的大战 正当戴笠准备消灭外星甲虫的时候 他手里的通讯气响了 是现实里的他顶得歪卖到了 戴笠很快就退出了游戏去拿外卖 而游戏里的戴笠则静止了一动不动 所有的演员有了中场休息的机会 科尔从大家口中知道 这只外星甲虫也是他们的同事 因为不愿意配合,被戴笠变成了这副模样 很快戴笠就回到了游戏演完了这出戏 现实戴笠上班的时候 卡里斯托号上的船员都非常的无聊 科尔趁这个时间黑进了游戏的前端页面 给现实里的自己发送了一条游戏邀请马 现实里的科尔觉得很奇怪 直接跑去询问戴笠 戴笠说可能是垃圾信息 让他不用放在心上 知道游戏出岔子的戴笠登陆游戏后大发雷霆 科尔赶紧站出来说都是自己做的 和其他船员无关 小黑站出来为科尔求情 没想到戴笠直接将他变成了外星甲虫 科尔非常的崩溃 突然他看到遥远的太空中有一个虫洞 那是游戏的更新包 他们只需要飞进虫洞 就可以通过防火墙删除他们这些非法代码获得自由 但是戴笠不在就无法启动飞船 他们需要找一个时机 让戴笠暂停游戏 再次登舰的戴笠又接到了一个任务 这次科尔要求和他单独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下水诱惑戴笠 戴笠果然扔下了手中的通讯器 和科尔在水中吸吸 舰上的同事们趁机将通讯器传到手里 联网给现实里的科尔发了他网盘里的验照 威胁他如果不去戴笠家拿走冰箱里储存的DNA 就将他的验照全部泄露 现实里的科尔只能照做 给戴笠订了一个披萨 趁他去拿外卖暂停游戏的时候 取得了所有的DNA样本 卡里斯特号的船员们也趁机立刻开网城洞 在戴笠抓住他们之前进入了城洞 而他们没有像想象中一样死亡 他们所在的军舰焕然一新 甚至能够和现实中的玩家联网了 防火墙删除了戴笠的流氓程序 让卡里斯特号能够正常的和外界交流 而戴笠因为权限被删除 被永远的留在了他自己特制的游戏中 再也无法退出 只能安静的等待死亡的到来 舰长科尔则带着自己的船员们 在游戏世界自由的遨游 好了 今天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好看的电影哦 科幻战舰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